哈囉大家好 今天又來拍我一週生活的影片 然後我現在在左營高鐵站 因為這幾天要去台北工作 今天是9月15日 我記得中秋連假好像是 9月18號到21號吧 不過我也是沒有要放假的意思 那幾天我應該在嘉義 所以這招會跑兩個地方 然後我想說台北嘛 交通很方便 有點懶著開車了 我居然要從高雄開上去 所以我這次選擇大高鐵 但是沒想到整理整理的 就整理出了這麼多東西 兩個背包一個行李箱和一個體帶 超級重的 如果算背輕一點 也不會再長高了啦 永遠的159 好遠啊 我拿了很多行李 如果我在1號車廂 這邊是4號 才要走一長腳 這就是我的身後 其實很多重重的東西 好像在挑戰警戒一樣 每次都越大越多 Finally 終於 終於 看一下我要去哪裏 到台北了 每次來台北都有一個 很陌生很陌生很陌生的感覺 雖然都在台灣 雖然我也是到處跑 但就覺得台北特別的不一樣 現在是晚上6點 我一下車就搭計程車去我要工作的地方 然後現在啊 我要先去買生氣 還要去旅店 check in 這兩件事做完後 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還要吃飯啊 差點忘了吃飯 每次來台北就是會瘋狂走路 真的是瘋狂走路 差不多就是騎腳踏車 終於找到我的溝血了 喔 不會開車廂 沒有在騎狗狗路 要來固狗一下 左邊 把手的按鈕向下按 這個吧 喔開了 買好踢了 再來要去辦入住 第一買了 飯吃了 旅店也check in了 也九點半了 現在要來工作 還好這邊挺亮的啊 有很多燈 有十盞軌道燈了 預計畫個兩個小時 就回家睡覺 明天白天再來 來聽個音樂 其實畫圖也是蠻無聊的 我要等我挑到好聽的歌再開始畫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喔 必須要好的心情 來聽個嗨的 Woo Little Mix 很好 很好 你一個人在這邊 晚上 歡迎晚上會餓 這個給你 謝謝啦 好喔 掰掰 很可愛 謝謝你們 出去外面 會會遇到這種窩心的事 因為現在有在拍影片 偶爾就是 能出去外面工作 會有人認得 他們都會來打勝招呼啊 有些人就非常貼心 他說 怕我晚上畫圖餓到 拿了兩個超營養的 謝謝 各位 如果有見到我 不用送我東西也沒關係 通常就是業主啊 他們也會給我一些東西 有時候我自己又買 所以就會有超多飲料 謝謝大家的好意 每次都覺得很感動 今晚要畫的鐵門 是一間 準備營業的泰式料理店 來沖洗一下 自然那個灰塵 再噴上去 後會很容易落差 尤其是這些鳳鳳 最會藏一些小精靈 把他們消滅 嗯 乾淨溜溜 最巧再來飯吧 Good morning 現在好像是下午一點吧 已經不是Good morning了 我無法早起 無法早起的解決方式就是 船島晚一點囉 因為這裡晚上有燈滿 要先去Seven印個稿子出來 比較方便畫圖 痾痾痾的 Seven熟悉的Seven 先去影印再說 要嗎 沒有八三 iPhone呢 要不要買個糖果咧 想想要吃啥 這這個吧 你能吃個嗨個好了 一桃口 十二鍋 我很喜歡十二鍋 還有八方一級 也很喜歡他 這個天氣不太妙呢 陰陰的 欸 我走錯了 褲子講話 買這個水蜜桃口味的 就想吃一點甜甜的啊 應該是走這裡回去吧 這樣邊走邊拍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忘了你走去哪 那你就看一下你的影片啊 不知道我剛剛繞一走去哪裡了 會不會下雨呢 下雨我也沒關係啦 那我在擔心什麼 可能下雨會使人憂鬱 但又蠻喜歡下雨 所以人類真是個矛盾的神 你們喜歡下雨嗎 我很喜歡欸 好像今年的五六月吧 就一直雨下不染 就去聽那個雨聲的 ASMR 是ASMR嗎 總之就是那種雨聲的影片咯 我就開著畫圖 好啦 我要去工作了 啊 昨天暗暗的看不太清 耶 今天要來畫大香 還有夏子 還有檸檬水 寓意今天完成一半 明天再完成一半咯 這樣才趕得上 十九號要去嘉義 今天是九月十七號 現在下午四點 因為白天呢 他們店家要卸貨 所以我下午再開始畫 其實剛好今天台北下了很大的雨 我打算拼一波 今天把它畫完 嗯 我剛剛都在修這個部分 加了一些花花草草啊 山啊 因為好像一格一格的 就有點零散 沒有連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會加一些 可以把它連結的東西 讓它完整一點 會比較好看啊 不然就有點無聊了啊 不想畫無聊的東西 明天就是中秋節呢 希望我明天能到嘉義囉 我希望啦 所以今晚就要盡量把它完成 我發現我每天都穿一樣的衣服 不過我沒有講時間 你們一定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 給大家看看我戴的噴漆啊 有1234567 不不不不 或數不出來 那高個30 或是50 抓個大概 把這些白色的洞洞填滿 把這些白色的洞洞填滿 很厲害 咬了好多個呢 那我也蠻想咬回去的 我不怕 你太胖 怕胖嗎各位 我 我好像是 比較吃不胖的 也沒有比較吃不胖 就是 吃了不多 所以也不會胖啊 很合理的吧 好像乾淨多了 我自己出來工作 就是這樣 到處流浪囉 唯一的興趣就是 聽聽歌吧 有時候戴著房租面具 邊畫邊唱歌 也沒有人聽到 在外地就沒什麼認識的了 所以我把路邊的媽媽哥哥 都當我的朋友 所以我也是有來自五湖四海的 朋友們啊 只是說他們 比我多了兩隻腳 嗨 喔 他回了 看吧 是我朋友 拜拜 朋友是不說拜拜的 因為還會再見面 是吧 喵咪 現在是晚上九點 九 九 九 吃晚餐呢 我吃這個 噴得出什麼嗎 看起來不太雅觀 但是他超好吃的 這是 野奶 吧 野奶芋頭之蜜蜜 好吃 你畫的好漂亮欸 今天會把它畫完 晚上畫 這個噴到衣服洗得掉嗎 洗不掉 看 這是算什麼 這是油性的啦 如果是水性就洗得掉 但這個不行 現在是九月十八號的凌晨一點 我預計畫到三點 然後 回去睡覺 給你們看看 現在畫的如何了 快好了啦 我希望我三點前 就把它畫完了 三點還有兩個小時 吃吧大象 我們覺得缺個東西啊 等一下應該會把 右上方 加顆竹子 讓他穿破那個白色的線 感覺會很不錯 在我回去以前 我有一件很想要做的事 可以回去睡了 沒有人看到喔 希望明天不要 來了發現被搶走了 我要相信這個世界是很美好的 你們要顧好自己喔 不要跟陌生人講話 好嗎 他們說好 要來拍最後的照片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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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起一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啊 我要去搭車了 拉九點的車 還沒有買票 好可憐 我要去哪裡買 喔這裡 好安大家 台北到嘉義 我搭這一班 竟然都沒位子了 怎麼辦 11點才有 不行 還是我要搭高鐵 11點才有車 搭3個小時 到那邊也下午 下午3點多了 雨上危機 太低估廉價的威力了 我決定就搭11點了吧 只能跟對方演 11點的話是2點半到 還可以啦 竹男要換一次位置 我要來睡個鬧鐘 感覺我會睡過頭 我來到嘉義了 我從台北一路睡到嘉義 我還差一點就下不了車睡過頭 這裡是一間嘉義 準備開幕的紅葉漢堡 是一間早午餐店 這裡還離我上一次來的 降台公餐還蠻近的 都在嘉義後火車站附近 這一支紅葉漢堡的影片 我會另外剪一支 啊 所以這支可能不會放太多 太近了 不會放太多我畫圖的畫面 應該吧 這不定我剪的時候 太近了 我又會 塞一些進去 你會帶我去吃雞馬肉肉嗎 雞馬肉肉可以 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我每次來都很想吃雞馬肉 我覺得它那個肉很好吃 那個是紅糟肉 就是那個炸的 炸的紅糟肉 跟大家說我這幾天去炸太近了 你知道太近的話 我的靈魂會不會像你吸 這是一個傳說啊 如果傳說會存在 就代表它可能發生過 可能有人的靈魂 真的被吸過 所以如果你又看我這麼近 我會有點怕我的靈魂 你這個角度是死亡角度 掰掰 還沒掰掰啦 掰掰 繼續工作 好 我要出去換換了 不能一直工作嘛 很久沒看到文化路這麼多人了 是IKEA的貨櫃喔 Good morning 要去工作了 嗨 今天是9月21 現在是中午 我又去買了軟糖啊 這個是無常的軟糖 應該吃了比較不會蛀牙吧 應該吧 蛀牙就在去看醫生囉 這個很好清起來 就用燈香水 自己穿到的旗就要自己擦喔 另一邊也一樣 我們就給它擦好看嘛 我已經畫完了 接下來要錄結尾 太多人我就不敢對著相機自言自語 會被人家盯著看 有點尷尬 我要來一個安靜的地方 好好地錄我的結尾 管成畫面呢 就繼續往下看 我是若欣 大家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 嗨 打區間車 真的是一堆行李啊 超級重的 下次還是開車比較好 好險今天是區間車 比較少 因為我買不到這箱號了 妹妹來給我了 她開車子 沒有爸爸開的 喔爸爸開了 因為她也要回去台南了 她在台南工作 你要嗨一下嗎 嗨 我墊個腳就比她高 沒墊的話 就這樣囉 掰掰 我要再回家了 我也要回家了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基本上呢 就是記錄了我七天的工作生活 那我沒有在工作的時候呢 通常就是休息 躺著 滑手機 或是幹嘛幹嘛 或是處理一些 零碎的 用電腦做的工作 因為平常出去外面畫圖啊 就蠻好體力的 所以 一旦下班 就完全不想做任何事 希望這支影片大家喜歡啦 然後下次 我會開車出去的 真的 太重了 就到這裡結束吧 如果你要看我畫紅椰漢堡的話 可以看我頻道的上一支影片 恩 好 掰掰 我是惟心 大家下支影片見啦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